大家好,我是娜娜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扬州了 这儿真的是难方了啊 街上的这个树呀 全都是绿油油的 看起来真漂亮 带大家看看扬州的始终始貌吧 烟花三月下扬州 我呀还是第一次了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走中间三车道 扬州上来 请保持直行 走中间三车道 扬州小牛 电动车 我们的低脚啊 咱们开始静谱 然后100米 请保持直行 这个北京丢脸 前方行驶 当前红绿灯直行 走右侧三车道 啊开车 请保持直行 走右侧三车道 执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 前面就在文昌阁了 是吧 住在文昌阁 现在行着在扬州的文昌路 大家看啊 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文昌阁吗 是 是吗 是 哇塞 就是在路中 路中间 站着一个阁楼 文昌阁 人家这不仅 这个树是绿色的啊 就连花都还开得特别鲜艳 文昌阁 这个扬州 这一条路上的建筑 都挺洋气的感觉 街道很干净整洁 你先搜文昌阁的街站了 人家这天真蓝 今天天挺蓝的 前方四百米 在第二个红绿灯路口 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温和北路 直行通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 三百米处有违法 和公交专用到参照 请注意 都回家过年了 在前方红绿灯路口 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温和北路 请走最右侧车道 向右前方行驶 进入温和北路 前方五百米 向右前方行驶 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 走左侧两车道 两百米处有违法拍照 请保持直行 走左侧两车道 三百米处有违法 和公交专用到拍照 请注意不要压陷 责闯红灯 不知道 那是文昌阁 这边也有一个阁楼 那边是文昌阁 那边写着呢 这是四空亭 这里边就是中关节了 昨天 昨天停下车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史可法纪念馆 看到这儿呢 大家肯定会认为 史可法在扬州有纪念馆 会认为史可法是扬州人 其实不是 史可法呀 祖籍是北京大型人 万里三十年出生在河南开封 所以好多人认为史可法呀 是开封人 这些都是有史料记载 那扬州这个史可法纪念馆呀 是因为李自成进攻北京 崇祯皇帝 自义 那正在秦王路上的史可法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呀 又调转南下 最终呢 拥立福王 朱继松继位 成立南明洪光小朝廷 依然坚持斗争 那后来吴三桂啊 大开山海关 清军入关之后 他们又南下 企图消灭这个南明势力 史可法呢 也是多次率兵 与他们征战 后来再转战到扬州城时 清军围城 史可法呢 誓死抵抗 眼见这个扬州城要被攻破了 最后死于殉国 清军攻下扬州之后呀 又大战十日 下令屠杀 屠杀持续了十日啊 也被史称为扬州十日 大战了十日 城中到处都是这个尸体 但是史可法的那个尸骨呢 已经辨认不出来了 那到最后呢 他的部下呀 也只能在梅岭 给他立了一个衣冠种 那后人呢 为了纪念这个史可法 京中报国 又在这儿建立了史可法祠堂 今天呀 咱们不能进去参观 挺遗憾的 因为他这儿呀 要48小时内的核酸 我们的核酸呀 已经过了时间了 所以呀 今天只能在外边看一下 就不进去了 大家以后有机会来扬州 可以来这儿 参观一下 那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